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新闻系学生或者非新闻系学生都值得细月 至于那次访问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学术理论基础 了解新闻操作 又掌握新闻人的想法和忧虑 而且大家都有相同的理念和价值观 和他讨论新闻可以怎样做下去 路可以怎样走下去 我急不及待地提一堆敲问过自己的问题 他就按学理分析回答 此时此刻 真是好过看一次心理医生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 包括学者 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年 政治环境改变 李立峰和记者说 现在的传媒风险管理 但是 他解构出来的 不一定是答案 但是理念的重整 对每一个人按自己的心理 决定怎样走下去 是会有些帮助 其实 我们心里面所害怕的 或者是有些不解之迷 是没有人可以为你解脱的 而透过在行的讨论 最大的效用是 令人明白 面对现实的必要性 而李立峰所说的 可能对一些亡言的新闻界 是一种心谷回音 首先 他理解新闻人的困局 在现实上 既有低调前行的需要 但是在新闻的本质上面 又不可能不高调 就是 低调好像不是一个选择 你还不用低调 那怎样才能做到 风险管理和新闻意义兼得呢 其实是很难给到答案的 不过他看到 表扬正面价值的新闻 和 最述例子和感人故事的新闻 在这两项里面 分别有八成和七成的新闻工作者 表示觉得重要 这样 现在做正向的新闻 是不是就一定没有死呢 他的答案是 如果是一美的暢好 在他眼中 也都不是专业的新闻 记者本业 不会忍恶扬善 真正的正向新闻 必须首先诚实面对 存在的负面问题 这些就是李立峰 在他的新书里面解释 新闻正负之间的精髓 而有一种 为难题解决方法的报道 叫做解困新闻学 但是他解释 报道专业的解困新闻 本身也都有一定的难度 而不单纯 是政治的风险问题 在目前的社会情况 有没有专家肯分析讨论 或者找不找到消息来源 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公民社会一定要运作 如果公民社会没了 也都很难会做到报道 那么李立峰 自己又有没有面对风险呢 数回去几年前开始 他先后两次出庭 为占中九子案 和手中国安法案例 唐英杰案 做辩方专家证人 他说这些工作 完全没有风险 因为这些都是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不过 每次作工之后 他都会留意建制媒体的反应 他令他家人安心 因为他不是那种死冲难冲的人 他从来没有立志要做记者 但工作令他与记者为伍 收访的时候 他言无不尽 不过 很多时候 事前事后都会说明 有哪些是off the record 虽然有时对记者来说 都挺没人 讲笑而已 但是完全是可以理解 社会政治是会影响所有人 到底这几年 他有没有沮丧的时候呢 他这样跟我说 我尽量不会去想 自己乐观还是悲观 我只会觉得 一定要预计了 情况是会变 而情况变得更差的机会 绝对存在 不过 他不会去想 情况会变得多差 也不会自己吓自己 尤其在学术界 风险是不会特别大 最少 他不用好像新闻界那样 直接报道某一些东西 学术敏感议题 也不会很多 也因为内容 其实主要是一些 学术理论的分析 不是说两天就要速写一篇文章 那等到他写完之后 因为时间的差距 很多时已经失去了 敏感性 作为社会学家 他引述 马克思的一句说话 求取知识的目的 不是为了去理解世界 而是要改变世界 所以做批判理论的人 包括许宝强 罗永生 和叶蔭聪等等 文化研究和社运的关系 比较密切 但是这些都是有学术基础的 李立峰作为社会科学家 和这些老师也都一样 在学术传统上面 强调抽离 强调社会科学 他用严谨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 他用的也都是传统学术语言 所以相对上 他觉得风险是低一点 我为有灰新闻採访李立峰 他讲到记者的存在意义 和如何保持坚韧 分享下两篇报导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看下 下面的连结 其中他提到 有香港记者和他说 继续存在就是意义 令到他十分感触 他认为今时今日做新闻 要风险值完全清零 除非是什么都不做 要做就要有可承受的风险管理 至于说到目前的新闻教育 其实和教育的本质都是一样 现实和理念从来都会有落差 教的和现实的 不可能是会完全一致 而原有的理念是要令到你 看到现实有偏差的时候 心里有数 知所进退 然后选择做一个怎样的人 这些或者就是人生的精彩之处 我是闪丽婷 请支持我的patreon文章 和声演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